每当我们发现我们养的兰花 花芽的外包衣有点干枯 那么这个花苞真的就干枯了吗 今天我就把这个感觉要枯萎的花芽摘下来 解剖一下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花苞真的枯萎了吗 嗨 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火凤凰 这盆花就有好几个花芽出现了外包衣枯萎的现象 现在就把它摘下来解剖一下看一看 究竟是什么情况 单手操作不方便 现在摘下来了 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摘下来的 我剥开第一层包衣 我就有点后悔了 真的不该把它摘下来 大家看看 第一层包衣 看着确实是枯萎的样子 甚至包衣的尖都已经干了 我剥开第二层包衣的时候 真正的后悔了 里面的花苞还很鲜活 都能看到明明白白的 里面有两朵花 看看这里面两个花苞 非常新鲜 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只是外在的表现 看不到内在的表现 被外在的表现所迷惑了 既然解剖了 咱们就来分析一下内在的原因吧 这盆兰花是正常浇水的 底下的质料还比较湿润 但表面已经干了 我们这里供暖大半个月了 房间里面的温度23到24度 蓬面干的特别快 这半个月给兰花蓬面补水补的比较少 加上室内湿度低 蓬面干的快 兰花花芽的包衣就出现了干枯的现象 这时候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花苞就已经枯萎了 适当的给兰花增加湿度 保持蓬面的润而不湿 兰花的花芽还会恢复生机的 兰花花芽外面有一层很薄的外包衣 就像小孩的皮肤 室内温度高蒸发的比较快 外包衣就比较容易干枯 这种情况下养护就显得格外重要 保持蓬面质料润而不湿 空气湿度合适 兰花花芽会顺利开花的 那么即便是兰花的花芽真的枯萎了 那么就让它枯萎吧 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扒下来 给炉头留下伤口 给细菌留下可乘之机 最近我有好几盆兰花 出现了兰花花芽包衣干枯的情况 所以我把它揪下来做个解剖 通过解剖这个兰花花芽 也让我学到了一些知识 从现在开始我就可以 从现在开始 我就可以调整给兰花棚面补水的节奏 让兰花棚面保持润而不湿 干而不燥 提高晚上的空气环境湿度 保证 兰花花芽的正常生长 那么怎样给兰花增加小环境的湿度呢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忙 兰花花棚底座没有加过水 晚上也没有喷过物 以前是三天到四天给兰花棚面补一次水 现在开始看到干了就给它补点水 哪怕是棚面点到为止增加湿度也可以 晚上睡前给兰花的环境周围烹点雾 增加环境空气的湿度 这样操作起来兰花花芽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喜欢我视频的请给我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